您怎么看就是美国不断地在做这种战争预报 当然这个预报我们看都是不靠谱的预报 为什么这么做 它的这个目的是什么 他在讲虽然我研究国际政治 已经快40年了 我也看不懂 这是非常诡异的一个情况 就是两个当事方都挺平静的 因为俄罗斯实际上一直是在乌克兰边境 这个部署军队的 这是个老现象 有时候多一点 有时候少一点 所以实际上俄国这边有些动作 但是并不是本质的变化 乌克兰方面总体还是比较平静的 但是远隔大西洋好几千公里以外的 美国最来劲 然后美国的跟班 英国也很来劲 然后夹在当中的老欧洲 其实也挺难受的 你看那个德国 法国很尴尬 所以这是近代国际关系史上 很诡异的一个现象 所以大家现在都开始猜测 猜测现在一般认为是这么几个 一个就是美国现在不是发钱很多 然后政府负债很高 这个股市是虚高的 是虚高的 这个时候呢 它需要真正的有大批的资金回流 那美国通过炒作这个乌冬局势 或者东欧局势 可以人为的造成紧张 一旦渲染的这个开战 大家紧张情绪 这个资金就从欧洲就跑到美国去了 这是一个推测 还有一个推测呢 还是那个能源 因为现在这个大家都知道 德国 俄罗斯 那个北歇二号 已经实际上已经做成了 工程已经完成了 俄罗斯和这个 以德国为首的老欧洲国家的 能源合作会加强 那么美国呢 现在正好是能源市场的一个攻击者 是吧 他也琢磨这个市场 结果这个市场如果被你占了 就没他的嘛 另外是不是 就是大家推测 还有一个很技术性的问题 就是最近FBI已经证实 在前年的2020年的 那个美国大选当中 希拉里这个团队 是通过黑客手段 监控的那个 特朗普 在找特朗普通俄门的证据 那么这个事呢 其实挺大一个事 这个再加上一些小的 比如说通过这个制造 东欧紧张 美国可以继续加强 进一步加强 在东欧的军事存在 所以几个原因 和在一块儿 就出现了我们看到 这个极其诡异的一个状况 所以人家俄罗斯 拿出照片图片 说我撤军了 他说不是 你真兵 然后我看那个拜登总统 还是说 未来几天还是很危险的 美国总统拜登 他还坚称 就是战争的风险没有解除 我们怎么理解 这个风险什么时候能解除 实际上 他这个话呢 有点依据 但依据不足 这就是撒谎的人 高敏的地方 那种低智商的撒谎 就是完全无中生有 高智商的撒谎呢 可他有70%的事实 再加一点 再加一点自己的东西 那么刚才东旭 其实也讲了 就是乌克兰这个地方 它是有内在矛盾的嘛 卢干斯克 顿列刺客 对吧 他们宣布独立了 那个 但是乌克兰政府是不接受的 乌克兰民族主义者 绝对要把它收回去 那么最近呢 哎呀西方呢 其实是在鼓励 这个乌克兰政府 在做点事 是不是 大家不是说看到了 美国 就是借贷给乌克兰 那个 10亿美元嘛 那个 然后呢 很多装备都送过去了 对 所以你想他有病灶 有些人呢 又在挑这个病灶 所以他客观上是有风险的 但是他现在 就故意渲染 就在 就讲得很具体 未来几天就可能入侵 前面反正两个时间点吧 2月16号 2月16号 四次大点以后 他不管 他继续讲 需要这个紧张 所以他继续操作 丁员长 就是其实我们看到 俄乌局势 不断地升级过程当中 其实美俄 他的领导人层级 元首层级 包括这个外长层级 这个对话一直在进行 但是在对话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 尤其美国对俄罗斯 就越来越强硬 就您怎么解读 这样一种走向啊 未来的美俄关系 还能有解吗 还是这种 美俄之间的这种博弈 这种激烈的对峙会 常态化 我觉得常态化 可能性大 因为拜登呢 他个人呢 主观的那个政策是这样的 就是他的重点 全球重点是印太战略 但是呢 他这个团队啊 什么人都有 然后有相当一批的人呢 是冷战派 就是还惦记着俄罗斯 当我那样就跟俄罗斯斗啊 那拜登又搞不定 加上一些利益集团嘛 就俄美之间 有战略性的结构矛盾 所以就是高层元首出来对话 因为最近元首对话挺多的嘛 元首对话被认为 外交活动的杀手锏了 结果你看一点效果都没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美俄关系 在未来一段时间 将是次序的这个低端震荡 谢谢大家